歡迎大家回到這集《神神秘秘》的節目 今集大家見到我們有四位美女在此 然後這一集我們有嘉賓 我先介紹一下其中一位嘉賓是阿品 阿品是我們賽斯的戰友 我們一起在香港這個地方推廣賽斯 另一個是阿J 阿J是我的同學 也是我們頻道的同學 他也是參與我們 踏入了我們這個推廣賽斯的隊伍 一段時間 也是我和阿東東 我們阿東東都很熟 今集的題目是什麼呢 今集的題目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賽斯這件事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事不做呢 事不幸走去 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賽斯這件事會令我們吸引 對 因為阿品其實也有自己的網台節目 還有他做很多的工作坊 做很多的團體 或者是那些 甚至是在大陸也有你的讀書會 究竟是為什麼賽斯這件事 我們會有這個熱血 或者熱誠去做這件事呢 那你就 對了 阿品你可以介紹 為什麼你會去選這條路呢 我想沒有特別的原因 只是一個衝動 就是覺得慢慢走走走走 好像一些東西推著這樣發生 我想初初有 不如說說 你多久之前去聽到這件事 我應該是曾經發生過一個意外 通常都是這樣 然後入了廠 入完廠之後 我就去找一些自然療法的東西 因為有個醫生醫好我 我就用很嚴重的方法 你是什麼事 那時就斷了盆骨的邊邊 我玩mountain bike mountain bike mountain bike 有上網品的網頁就知道了 是 是 是 有個自傳 在前半餐寫 寫到中 很厲害 然後就在單車那裡滾下來 因為暈了才滾 然後就斷了盆骨 但是在深圳出事 暈了回來香港 之後我媽媽就找了一個很奇怪的醫生 然後她是西醫來的 但是她是用類似手療的東西 她都沒有手術什麼都沒有 我第一個醫生看 就在上水 她就說要三個月 但是這個醫生 我兩個星期就出院了 OK 她是很快地把我阻塞那些瘀血 散走了 然後就 如果你把扯了那些筋 所有傷了的東西 放鬆她 她很快就回到位 然後就遇合了 超快 所以我兩個星期就已經出院 然後就一枝拐張走 那時候我還住堂樓 就比較辛苦 要爬上樓梯 但是這個經驗很好 因為自此之後 我就開始去查 究竟她用了什麼 來令我康復 是嗎 即是很神 那時候 那時候你看西醫 有沒有說要做手術 還是什麼 第一個醫生就是要 因為我沒有開的傷口 她在裡面 她在裡面 所以她就說 打石膏 打不到石膏油 在這裡 要休養不動 休養不動三個月 但是之後 沒有了 那個不用 即是她很快就令我好快 本來不能走 然後已經很快 然後我的日子很開心 痛 其實不算痛 所以沒有什麼吃藥 只是少許維他命 我覺得這個過程 很奇怪 很神奇 很奇妙 而且我很開心 每天等他來 哎呀你究竟做什麼 為什麼 你先放這裡 你先放這裡 我已經覺得裡面在動 為什麼 因為裡面是熱的 不是 我簡直是感覺到 我撞的時候 它一定是西歪了 我的骨骨西歪了 我是感覺到裡面在動 所以我覺得很神 那你查到那個是什麼 不是 其實它有說的 它混合了很多種方法 其實很神化 它混合了很多種方法 有一種叫爐底骨 有一個叫手療 筋膜療法 那些全部都有用 是的 我有問他 你是不是用氣功的 然後他說 這些東西不用了 這個年代 不用自己給的 宇宙會給我們 第一次聽 嘩 說什麼 就是宇宙 開始對這些 V-1-1的層面有興趣 是的 然後就厲害看書 看自然療法 看什麼 接觸到 接觸到 黃偉德 然後黃偉德 是順勢療法 那時候我看什麼 水智度答案 水智度答案 那些一堆東西 然後就開始 什麼是純細療法 什麼是花藥 然後就找了黃偉德 然後黃偉德 就介紹了我看許添誠的書 接觸了許添誠 接觸了許添誠 接觸到許添誠 之後 那時候在辦讀書會 然後我就 之前我學到Wapassana 即是我去Wapassana 那裏上過 即是有些花年嗎 Wapassana是十日內觀禪 十日內觀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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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禪修來的 那時候因為接觸很多這些東西 就去找Meditation學 有一個 不用錢了 有十日那麼辛苦 那就去吧 又不用錢 有十日那麼划 那時候剛剛 我炒完車之後 我什麼都消失了 就有一段禁止 沒有做事 沒有做事 後來就搬進西港 找了一個很便宜的 我在那裏住了一個很便宜的地方 再在那裏找了一個店 做銷售 然後就不斷看書 那段時間完全是休息 人生總有這些時間 那段時間休息 開始接觸到許醫生 接觸到Meditation 接觸到蔡司的資料 那時候我來你的中心 你有沒有看到馬蚊問題 是的 因為那時候很有趣 阿品是來讀書會 我們去醫生讀書會 他是很活躍 很問問題 很好奇的小朋友 去問很多事情 很活躍的 很積極的 我很記得我見了他兩次 然後我經常都問他 為何蔡司 為何是蔡司 為何你好講不講 那麼多人 為何你只講蔡司 是 因為我當時覺得 蔡司書很難看 大家都認識 很難看 我揭過 然後我覺得 嗯嗯 然後我問他 最後他發露禮 他說 我只認識蔡司 我還有什麼可以聽 蔡司 阿許醫生是很單純的 很單一 他有看過其他 我相信 他免得再回答我那些問題 其實 其實 其實你想問為何 是你頭腦想問 他也沒有意欲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 你答得這麼便宜 我氣死你 那我就看看 你明白嗎 我追問了幾次 我來讀書會 你看他醫生的書 你也拜託他醫生嗎 拜託 很快就拜託 你今天問我 有些人都說 你又教塔羅 又搞什麼 你講來講去都講蔡司 我真的覺得 除了蔡司 沒有什麼好說 我們今天問回自己 都知道很多事情 接觸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在這段時間 但最後 去到最根底 好像來龍去脈 都可以用蔡司的理念去 你不是去演繹嗎 或者是 很有同感 是很有同感 很多資料 聽很多資料 反觀去蔡司的資料 是一起殺手在大王 是的 我也有這個感覺 是的 我想後來 其實 我發現了 我去訓練的時候 第四天 我是很想退出的 然後我就跟老師說 我說你這套觀念不適合我 我不相信人生是苦 然後他就問了我很久 究竟你相信什麼 然後我說我死了 我說不出 人生是苦的信念 是打坐老師教你 不是 因為他們每晚都有叫開示 就會說一些關於佛教的觀念 裡面 怎樣都會有一點點 送到這些東西 沒錯 當時你… 很痛苦 沒有 他很平常 這個觀念很平常 用了這麼多年 沒錯 我當時只不過是覺得 糟了 我不對 好像跟我有底足 我想走 然後他就勸低了我留下 但當時他問過我 究竟我那套觀念是什麼 然後我說我是開發出來 我是相信 我是經驗過的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這套東西 就是蔡司那套 但當時我沒有接觸過 我不知道怎樣告訴他 我是接觸了蔡司之後 而沒有疑惑的原因 或者接觸他醫生的東西 沒有疑惑的原因 是因為他跟我有共鳴 而蔡司資料看了之後 是補足到我 有些我以前不了解的東西 但就沒有掙扎 我知道很多同學有掙扎 即是 他推翻了我以前的觀念 很辛苦 但我就沒有這個過程 因為我有共鳴 那種 我屬於 所以我找到有些東西 和我有相關的東西 是 對於他說的話 你是沒有問號 沒有 沒有 即是看到之後 覺得我就是這樣想 只不過我以前不知道怎樣說 我也沒有那麼仔細 他就是很細心地幫我 所有的觀念 都理清了他 是的 我也明白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是很多年的教會 的根底 你明白你是多麼絕對 那時候 我剛來香港 那時候 在另一個中心 我就 抓了許醫生 用很多宗教的東西 去挑戰他 為什麼 你怎麼看基督教 然後 我也很幸運 因為許醫生剛來香港 當時 和王姐一起 你看看許醫生 和王姐坐在那裡 我就不斷問他們 誰是王姐 王姐貴慶 王姐貴慶 蔡詩書的翻譯 叫王貴慶 當時是許醫生的 是否老師呢 可以這樣說 所伴 當王姐在翻譯 索斯資料時 許醫生在大學的第一年 幫他做抄寫 所以他們一起把這套資料 傳遞下來 或者變成中文 或者同時探索這套資料 我只有一本很出名的書 都是王姐翻譯的 就是《語神對話》第一筆 當時 蔡醫生和王姐在那裡 我用基督教的東西去問他 令到我心願成福 心願成福 在同時 我自己 我接觸賽斯之前 因為看了《語神對話》這套書 雖然我是基督教的背景 其實不是基督教不好 但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性格上是一個半契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 我自己開始 這麼多年之後 我的存在就是要榮要神 他就覺得 蛤? 又或者是 可能是 我不算是一個虔誠 也有一段空格的時間 因為我回不去教會 人們覺得 你軟弱 你有問題 有什麼需要我幫助 我對很多人交代 我就覺得 很辛苦 很多枷鎖 而且對罪有很大的敏感度 對於罪 其實你知不知道 我也是天主教小學大的 我小時候是看《聖經》大的 我和你的感覺是一樣 我會覺得 裡面有很多規範 而那些規範 我自己覺得 有很多規範 我自己是覺得不舒服的 為什麼我一生下來 我就有罪 為什麼? 你關什麼事? 所以再來一次 我們這個節目 不是說 去說其他宗教 或者什麼 因為賽斯其實不是一個宗教 你自己是一種智慧 只是我們個人的分享 你繼續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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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好了 我必須要 我必須要 我覺得 這一點都是很敏感的 但是我會覺得 只不過是我個人觀感 我覺得 有些事情我是不通 你要很投靠 一種信心的時候 你真的要自己很舒服 投靠得很舒服 但是我覺得 我看賽斯的資料的時候 我雖然也不是那些 我不是那些看很多書的人 但是 我一接觸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很舒服 而這件事情我就繼續看 你們有沒有覺得有衝擊嗎 有很多人覺得很大衝擊 是的 有沒有搞錯 你說 你說是醫生令到我們有問題 他有這些 我也是一個醫生背後 其實我自己 我真是直覺 我真是浮擺這件事 而每一次看一件事 在我們這十幾年來 都是繼續應驗措施說的東西 我覺得 那時候我有的 我有衝擊的 但是 其實 我看《羽神對話》這套書 是解開了很多 我們自己對宗教上的謬 可能是謬誤 或者它令到我服 我終於明白 什麼叫宗教 什麼叫信仰 是的 真的會分開了 因為信仰其實很個人 你是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 宗教是一個架構 我仍然覺得 我有我心目中 我自己的神的定義 而這個神是 是我自己的定義 或者是 上面那個的定義 然後接觸 塞斯 她這次的方法是很舒服的 她說健康 是的 而且她幫助很多癌症病人 當時我幫她做翻譯 那些諮詢中我幫她做翻譯 我覺得 你說的東西很適合 而且 久而久之 一直跟她做的時候 我一開始帶著很多懷疑 其實我找不到一個什麼口 那個位置 哦 開誤了 或者是釘係了 但是我覺得 好像潛延密化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 鬚到養處 嗯 她真的去到生命的好 好 那個所已然裡面 她接觸到生命的好 好像 觸觸到你裡面 那個真正的究竟是什麼 那件事 可以這樣說呢 即是接觸了塞斯之後 我覺得生命沒有那麼沉重 有力量 有些人就很明顯覺得有力量 是的 這樣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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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了 接觸了 你說為什麼是塞斯 誰有錢 你這麼難看 今天我就看 但是我是看了王者那本 《塞鮮讓你成為命運的創作者》 那本是塞斯書的導讀 對 看了那本之後 我就覺得對於這套觀念 或者那些 那時是有一點點不滿 翻譯上面 即是覺得當時是不滿 我就覺得 我不喜歡王桂英 那時候 我發覺我看完她本書之後 我就喜歡了她 我喜歡了她 然後我就覺得這種喜歡 令到我接受到她翻譯的 喜歡了誰 王桂英 我喜歡了王者 因為她看塞斯書 覺得翻譯很難明白 是的 我覺得她寫得翻得不好 是因為塞斯書的翻譯 你覺得翻譯得不好 那時候 自己以為自己看不明白 是因為翻譯得不好 然後就開始覺得 王者這個人真是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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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看了她寫的那本《命運創造者》 然後看了之後就喜歡了她 我覺得這種承認 令到我可以看到塞斯書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看法 因為其實 加上我們的母語是粵語 去看台灣人寫的中文 其實有一個文化上的差異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機會去看塞斯的英文 英文的原文 是幾行沒有一個文化的 是的 根本中文英文都是這樣的 你把這段說話譯到中文已經是一個 神跡 很難的一件事 我們可以說一下 我們看的資料 有時候你會自我都認識的 但整段她說什麼 就要再會很久 是的 我其實那時候 現在在Facebook最多人看 塞斯真語解說 最初我也是因為 那時候在加拿大很大空 周圍 曲這句 然後貼在朋友上 曲完之後 然後朋友說 阿品我看不明白 你看不明白什麼 我自己覺得自己很明白 但她看不明白 她看不明白 她看不明白什麼 她說 那是指誰 然後我就把塞斯那句 加回豆號 加回鈍號 然後我再給她看 然後她說 我看得明白 然後我就想 這樣你就看得明白 這麼好玩 於是我就開了那個項目 專用來把那些句 拆散去 把金句放上去 對 然後再解釋 然後自己再提問題 讓別人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這樣開始 其實是因為朋友看不明白 然後我就想 好玩 然後就做這件事 還有我很有興趣知道 別人為何看不明白 就是我不知道為何她看不明白 所以我就放出來 讓別人告訴我 她看不明白在哪裏 但因為很多很多的聽眾 我想說 觀眾 很多觀眾 因為這個節目 開始去找塞斯資料看 不過很多人都和我們 我相信我們四個都是 有這個狀況 一開始看塞斯資料 或者看兩行便會放下 又或者你有失眠的時候 你的塞斯資料是非常之可以的 幫助入眠 失眠病的 但是很有趣的 塞斯資料根據我們這麼久的經驗 是會越看越明的 你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是會很不同的 又或者是 我和阿品都有一些讀書會 是大家一起讀的 其實現在的人很幸福 十年前 在那時跟人說塞斯 是甚麼來的 是否可以 是那個鏡頭 是那個鏡頭 是鏡頭 然後 現在其實有很多東西 可以輔助到大家 去進入 去了解塞斯這件事 我們去阿J那裏 阿J 為什麼你會加入我們這個行列呢 我接觸塞斯資料是因為上 商庭的課 是 它也是我唯一一個 所謂接觸的一套架構的思想 都是只有一個 都是塞斯 但是我看塞斯書的時候 就好像阿品所說 有很多衝擊 是 因為一看 那是甚麼 第一是不明白 第二就是 要對自己負責任? 即是那一刻呢 覺得 關我甚麼事 關我甚麼事 全部都是外界令到我這樣 所以我需要很大的衝擊 我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可以明白 然後去 即是在生活中實踐了 之後才知道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的 我那段時間經過差不多兩年 所以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用兩年的時間去接受信念創造 我自己的信念創造 是的 那時候很容易說 信念創造就實相 你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當你自己造成的 當然不是 當然是他 當然是他 我用了很長的時間 才可以慢慢抓到 原來真的是自己 慢慢鋪排的所有事情 但是一般人看不到 用了差不多兩年時間 就算看到他也不會接受 是的 因為習慣了幾十年都是這樣走 沒有事的 或是我看到別人明白 或是拍到自己的身上 不是啦 都是小時候媽媽打我 好像一個slogan 是政府衰 是 當然 男人當然是他不好 他不是這樣我就不會這樣 是的 總之就是我這樣 也是因為你 那個墨頭一定在外面 是的 用了一段時間 他現在明白 其實他這樣也是因為我這樣 總之什麼都關我的事 你明白了之後 兩位剛才有說到 就是你們明白了這件事 我是說不上推廣的 我都… 幫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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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很出力 但我有幫拖啦 我可以做支持者 因為爸爸也算是我的老師 也算是我的老師 也算是我的老師 也算是朋友 可以嗎 可以嗎 哈哈哈哈 這麼害怕 哈哈 我會支持他 以及在你身邊 跟他一起去開創一些東西 我想有一群人 譬如在我身邊 幫我們推廣的人 有些人是因為感動 我想他是因為感動 而我相信是因為 就是 賽斯資料是令人有力量 那種東西可能 初初是由我 或者老師開始帶起 那些人就是因為這種感動 而不斷自發地想去推廣賽斯 但是對你來說 為什麼 例如剛才說到 你這件事 好像開始明白 去做一些鋪上去的東西 你也是不知不覺 我這樣走進去這個 是的 剛才《港姑仔》說到 我接觸了 我開始看賽斯書 我大概看了三個月左右 中間就不停跟別人說 你知道很興奮 對嗎 我剛才這樣 找到很多朋友 身邊的朋友 我因為讀設計 所以我的朋友算是開放心 很快一說就明白 肯接受 但是你說用不用 就有其次 至少他說了 你也會說 瘋了 不會這樣 然後我說了大約三個人 說完之後 覺得這不是辦法 這樣說下去很浪費口水 我不如寫一件事出來 例如工作室 我可以一次過說幾個人 多爽 我就開始寫工作室 開始寫工作室之後 社會就開始教中心 是 他們就要設計一個地方 我已經選擇設計 我說我幫忙 所以所有事情都順利成章 我便在中心工作室 然後在那裏開工作室 你無尼納加 我找了自己的朋友 上一次 之後我就開始找其他 他們裏面的人上 我直接在那裏鋪活動 純粹這個熱誠的推動 慢慢再加入更多 是的 後來劉先生劉太 剛才看到 你經常跟別人說的 那你不如學一下做諮商 然後就抓我進去 跟醫生的諮商 這些所有事情都是 你可以問為何我有熱情 唯一的原因是 我想不停被打 中間你一定吃過很多虧 雖然我好像說到 一些事順利成章發生 但裏面有很多衝擊 就是 譬如我的支持力量不夠 諸如此類 或者 很多人不明白我做甚麼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當時是 有練習賽斯的很好的時間 為何有這個實相呢 為何你會創造這件事 讓你自己去經歷 是的 但我發覺原來 我一直找到的時候 就變了 很實際地 在運動這件事 已經開始看到成果 所以很合理這件事 因為阿品 他的熱誠 其實在某些位置 都會刺激到我 他知道怎樣刺激到我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我們再繼續 去講這個題目 好 歡迎回來下半節的 成人秘密節目 求生阿品 說到 他開始跟朋友說這件事 跟著他怎樣去做workshop 剛才我說 其實阿品有些地方 是 刺激到我 我記得跟阿品 這個女生很活躍 其實他來讀書會 他不斷叫朋友來 我相信他本身是一個很喜歡跟別人分享 有好事就會跟朋友說話 有一次我跟他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坐下來聊天 當時已經去到SDA那邊去幫忙 夜晚 當時他遇到很多衝擊 或者沒有什麼支持 跟我們聊天 然後有些人覺得 你學了蔡司多久 你去開工作坊 我比較老經驗 為什麼我不去開工作坊 是你開工作坊 然後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真是激氣 你怎麼知道我一輩子才會學蔡司 他說 哈哈哈哈 我跟他一輩子才會學 我覺得這個女生很可愛 這個女生是 他裏面有一股自信 或者那一份 那一份 那一份 你為什麼要擠招我 我覺得這個 哇 這是打不死的一隻乾狼 這件事也是 他會令我不斷去想想 因為其實 運動一個中心 或者他推廣 或者在這條路裡 每個人都會接受到他的阻力 或者你會遇到撞牆的機會 是的 其實那時候 他的精神也會激勵我 這件事 我想和你分享這件事很久 蔡司將我 哈哈哈哈 哦 我明白 是的 然後怎樣 然後就開工作坊 然後開工作坊 然後學資商那些事情 我想 這幾年發生的事 很短 是的 其實 其實我都跟別人說 我只看了蔡司書三個月 就寫了這個工作坊 就是我很想 第一 有些氣死他們 哈哈 如果覺得我鹹夠了的人 就氣死他們 再說 我想讓大家知道 其實不是一個很難的事 你不需要 去跟那些 講好腦資歷的人鬥 是的 有些人不夠信心 因為不需要博覽群書 才可以講蔡司 對 總之你自己有得著 然後你寫出來 別人有得著 別人上完會給你 沒有得著 那些就不回頭 很簡單 所以有很多人問我們治療師 究竟 要有多少資歷 不需要 你做到有人回來 那你就行了 沒有人回來 其實你就要了解一下自己 就算你不在工作裏面 你也是一個人生劇本裏 一個生活的例子 一個你自己活生生的一個 我想每個人都有 他應該有感染力 就算你是一個媽媽 你可以感染你的小朋友 或者你是一個 先生去感染你的太太 或者感染你的家人 每個人都有這種能力 其實我很少跟阿品 真的正面對話 我認識你就是 在你的blog上認識你 我會看你寫的東西 我會覺得 直接了當 很大膽 很狠 說一下自己想說的話 但是我今天跟你聊天 我覺得很開心 很爽 有股熱力 湧過來 很有趣的 這股熱力 我初時覺得 我跟阿品聊天 會不會要就著就著 原來不需要 對 很多人以為我很強勢 但原來談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舒服 而且他的感染力 我感到不是摘死人那種 總之我就是這樣 你喜歡我們 就一起去做這件事 是的 有一段時間我都說 阿品很直接 然後我就 在網絡上 我好像很不客氣 一巴巴巴的 升上去 但其實我真人 就不是那麼… 但我不知道 有很多人問我 為何在網絡上 你要那麼激 或者他們有時會提出 他會表達到太直接的事 所以他才很介意 其實我覺得很整傳 他也有膽去做自己 正如上次說 做自己一樣 因為完全做自己的時候 其實 小時候是不喜歡的 但你不是去 拜託別人 要別人喜歡你 而是你真的很實在 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然後去拜託自己 阿品 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你現在的工作 但有哪幾樣的事 即是你現在做的事 有Show Radio 有Show Radio 有Show Radio Show Radio是自己的 嗯 他有個網絡的節目 是Show Radio 你可以上網找的 其實是之前 很有趣 我從來沒有想過 發展是怎樣的 即是脫離了SDA之後 我自己發展 有一段時間 其實也一定有吃力的地方 你又沒有什麼不懷 什麼都沒有 但是在發展了一年之後 自己 接著就 ISED那個 New Asia解王 又找我上去 上去 說了一次 就已經有好的 feedback 然後 沒多久 就有人贊助了 就是 很難以為就是這樣的 對 沒有人扔錢給你 然後叫你自己開 然後我就用這塊錢 買些工具 然後就開始Show Radio 但是Show Radio始終都是小眾 只是很喜歡New Asia 或者很喜歡蔡斯 才搜尋到你 但是很可愛 後來約半年之後 Lady那邊就想 就跟我談了 就說不如在她那裡開台 Lady Radio 對 最初我不想的 我覺得 死者和人合作很麻煩 有關事案後 我們這些 是自然人 你知道嗎 我不想做 為什麼不做 就有點擔心 就是要承諾 那種 然後我就後來跟她說 開十集之後 我要Season Break 我的Season Break 要很多 做一輪休 做一輪休 然後她說OK 然後我就開車那裡 這個就是比較 即是十集了一個單位 是的 十集了一個單位 已經是九集了 但你Season Break 鎖了多久 還未鎖了 第一次 但是很有趣 她好像聽到 我想New Age的節目 是挺受歡迎的 是的 越來越多 所以Lady那邊 我一開節目 就很快 已經收聽率幾好 即是比起她其他新開的節目 我想是這樣的原因 她上次又跟我說 不如我把你 Soul Radio的那些 全部都給她 即是她把我那些節目 就把Lady那邊 即是在那一段時間 你不是聽其他節目 是的 New Age的那些人 都很懂得自己在網上 自己搜尋 我們另外一個電台的節目 都點擊率也不錯 是的 這個節目的點擊率也不錯 是的 有很多人跟我接觸 都說是有聽你那個 有提示 神神秘秘的這個節目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覺得這個節目好 就告訴你身邊的朋友 可能因為她們聽到這個節目 她人生會完全不同 全部都還未來 是的 好了 我們這個題目 為何是賽斯 我想大家在這條路上 走了一天 用年來計算 大家都用年來計算 為何 你怎知道我們這輩子 才學賽斯 哈哈哈哈 所以可能是用世 我不知道日後是怎樣 但到目前為止 對我自己來說 我都接觸了這麼多一套學說 我覺得最令我臣服的 到目前為止 就是賽斯這一套 所以很自然地 我都會去跟我的朋友說 或者在我的課程中說這件事 因為她裏面 稍後再說裏面的內容 也要說是我的 東東呢 我 你說賽斯 為何你是賽斯 為何我是你 Why Seth 其實我又不是一個很分析型的人 我就是浩子 我是像那些 海綿 你有東西給我便可以 索索索索索索索 我又不太用腦去分析 所以我常覺得 為何人讀這麼多書 可以分析得太多東西 但我看賽斯 譬如阿傑有很多衝擊 怡方有很多衝擊 我又沒有太多衝擊 但在我的生活其實 很微妙的變化 譬如我去學一下 我就覺得 我有時也會經常去看宗教的東西 譬如我會看不同宗教的東西 但每次看都會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我沒有仔細研究 但我的感覺就是有些位置會卡住 但我看蔡司的東西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這個感覺 他有什麼特別是感動你的 或者是被刺激到你的 有 我們人是自然的 不用按時按刻的 我覺得很舒服 原來我可以不用這樣 雖然我是一個 如果我去做紀律部隊 我也是很有紀律的人 但不是我 我立即就覺得 有紀律 你 我知道我可以的 我是一個可以很守紀律的人 但守紀律的感覺 不是因為我很守紀律 是因為遊戲規則是這樣 我這麼精靈即玩遊戲規則 我就會跟進 但不是我 我開始覺得 原來我學蔡司 我真的可以做 我裏面的我 跟以前我認識的規則 是不協調的 我覺得如果我要做我 我就不可以在這個世界生存 但我接觸蔡司的東西 我就覺得 很厲害 有一個世界 不用勤勤 原來裏面的我 是可以在這個世界的做生活 而是可以生活得很自在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真的可以生活得很自在 我是真的有心的感覺 嗯嗯嗯嗯嗯 OK 其實東東有說的時候 我剛才 我剛才說 蔡司有什麼吸引我太多了 拿哪些東西來分享好呢 但是 東東有說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也開始 反錯我自己 我會覺得 它令到我真的去 因為蔡司裏面其中一個理念 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 是帶了藍徒來出生 然後呢 包括我們大家和父母兄弟 所有的東西 是一個協定 才來我們這個次元 在這個角色裡面 在這個劇本裡面 而這件事 令到我重新去看我自己的劇本 嗯嗯嗯 過去那五六年 我們不斷翻譯那個劇本 很痛苦地翻譯自己的劇本 但是我們不是用一個受害者的角度去看 雖然有一段時間 我會覺得很受害者 嗯 但是你真的會用一個負責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其實這個劇本 我相信每個人都是一個非凡的劇本 真的你會在裡面拿回自己的力量 以及去明白 當你明白的時候 它會令到對人生整個的演繹 是很不同的 以及是很感動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在賽斯這條路裡面 最令到我 為何是賽斯的 我覺得這件事 對你呢 對你呢 很有趣 昨晚有個人問我 他告訴我 他是賽斯友就是澳門那邊 他說 阿品我很希望有一天看到你不推廣賽斯 他會說 我沒有問他為何 我便說 其實賽斯的名字很好用 你改了 哈哈 還有 我說如果我的存在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不打賽斯牌 我死得很快 這個很搞笑 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所說的東西 或者我開的工作坊 都已經是我自己的款 不過背景的資料 始終要在賽斯的堆補給下去 即是 工作坊 一個工作坊送的東西不多 就算你每天交往 你要追順連網 其實那些功夫是每個人自己回去做的 我覺得 我參考著賽斯的話 你好好歹歹歹也會回去看 看不明白 你也會去看他醫生的東西 所以我說 我暫時都不會撕掉 這個賽斯這個字 而且我也不覺得 只是一個字 對你們來說 不是 其實賽斯經常都提 他只是你心靈粗躁的翻版 如果我能夠導致每個人進入他的心 他應該說出來的東西 都應該接近賽斯的東西 如果你很純粹地接觸到裡面 所以我很強烈 有一個觀念就是 我現在開始教的東西 或者我說過什麼 或者我跟別人諮商 這樣… 即是有些是即刻來的 這些東西 是好在我心裡直接出來的話 我覺得應該基本上跟賽斯沒有抵觸了 你明白嗎 即是已經可以很合適了 除非你有很多人在心靈路上 看了很多書 接著就複製了很多觀念 是的 然後他講的時候 就很容易說 他說他自己選賽斯 但是其實… 他的心靈正在運作中 是的 他用了很多資料 所以他很難很純粹 他真的用了賽斯照 他會侵了很多東西進去 反而我自己… 有很多人有時候不值得我 即是我串串貢 然後他說 你要看得很少書嗎 即是我也看得不少 然後我說 我真的看得很少而已 這樣吧 那我… 我… 我看過《哈利興隆茂泰》 我看過少少少澳洲的… 少少道教 少少少 那… 接著就沒有了 是 即是那些… 回索催眠的那些 就是《前世今生》那本 然後… 的那些… 很少而已 即是零極限我都沒有看的 其實呢 真的 即是經常看書 是知道更多的東西 但是呢 去回咨詢的那個位置 我也覺得 因為昨天我做了 這一陣子的咨詢很密 因為… 頻道我和我兒子 都每一個人 都會跟他做一個個人的節目 然後呢 這段時間也預約得很密 但是呢 我昨天晚上有一件事發生了 就是… 因為我… 我… 其實我… 我現在不會給任何指示 我說你應該怎樣做 其實我們沒有權給他指示 即是你真的要信任這個靈魂 他自己會找到他自己的出路 或者他自己的經歷 即是在大家那麼久 其實人生沒有什麼叫好或者不好的 即是… 即是… 即是我們節目說 所有的後期都是靜婚的 即是你… 即是… 只是來自我 我推薦你怎樣怎樣怎樣 即是我這個人 我本人 作為一個朋友也好 我會推薦你 但是我感覺到 我同學離開後 在執政中想 近這段 都沒有什麼 給什麼推薦 你要信任靈魂本身 他會有自己的因緣制合去走出那條路 其實我喜歡蔡詩資料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很少告訴你什麼是正面的負面 他很少告訴你應該怎樣做 他就是告訴你你因為這樣所以就這樣 你想怎樣呢 那就隨便你 就是愛就是在這裏 他沒有告訴你應該怎樣做 他沒有遊戲規則 然後你就會覺得原來我做什麼 都可以做得很開心 他很合理 你每一件事你合比化也可以 你不合比化也可以 你去了解也可以 很少告訴你應該怎樣做 他頂多叫你不要殺人 就是這樣他很少給其他提示 甚至乎他譬如你說很典型那些 你不應該積極 應該消極那些 沒有 你不應該愛人 要不要愛人 都沒有 他都沒有 最近我看了一個王者的訪問 是寫的訪問 然後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看王者寫自己的東西 他說 他說了一句話 就是 蔡司將很多生命的來龍去密解釋得很清楚 整個存在的來龍去密解釋 當你明白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有很多事情是你自己想出來 或者你自己 你說有介事 什麼都好 自己去 創造出來去經歷 這樣 我覺得 整天都覺得很有意思 Jay 你剛才說了為什麼你會接觸 到今時今日 我不知道蔡司是否你認定 接下來會走的一件事 還有為什麼 也算是 因為我已經沒有看其他書 雖然我都不是一個 寫看蔡司 我都不是寫看 我會看其他八卦雜誌 但是 如果你問我 那些人跟我說的 我都會跟他們說蔡司的東西 蔡司令我覺得很入 令到我有些大轉變 就是我覺得她說的一件事 就是不要壓抑 壓抑這件事 大部份 我昨天才跟某個同學吃飯 才在說 說壓抑這件事 大部份人都不會表達情緒 因為她也有這部份 那位同學也有這部份 就是她不太懂得表達情緒 她就會很生氣 但是她就跟我說 我會亂說話的 如果我看到你們會亂說話 所以我就會壓抑了她 我就會罵出來 你說出來 其實要通過過程 就是你解釋了 你後面那一陣平靜才會出來 你又好像蓋了很多張被子 不停地蓋著 你的壓抑的情緒很生氣 放在下面 然後就在一個很平衡 光光暗暗 就是以壓自己很平衡 對 然後就像做一個很中立的人 我覺得是假象 我覺得是需要去表達出來 這件事就是以前不會的 生氣 立即在鎖牙關 不說 然後就做了很多心理病 會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因為我吃光你的東西 我不是受害者 然後我就會指責外面的人 但你就會用一些很扭曲的心態去面對 對著外面的人 我覺得這件事 我接觸了蔡師之後 我就會多了 會去告訴別人 我有不滿 我不開心 我會對家人說 我對身邊的朋友 以前朋友當然是 好好先生 什麼都隨便吧 好啊 好啊 但其實你是對他不滿 死八婆 其實後面那句就是這句 但現在我就會說 我想這樣 但你可以不同意 無所謂的 但我表達了我要說的東西 很有趣的 純粹用情緒那樣說 如果你真的不習慣表達的話 另一件事就是 你承認自己有這個情緒 我要接受 在這一刻他所說的東西 是我不舒服 假裝沒有東西就是這樣 剛才你說的東西就是 如果你穿著 在氣功或氣場來說 你是一邊塞 譬如塞這個位 你還要一邊塞出去 一邊越來越塞出去 塞到手腳腳 塞到其他東西 一邊慢慢慢慢再塞 這樣就會形成很多 即是後來的身體問題 或者是 你再出的時候 就真的很傷害性的說話 即是可能 是 一開始就是一句說話 你可以很平直地說 其實你這樣說 其實我不是很高興的 這樣 但你對自己承認 你自己有這個情緒 我覺得這個是很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我記得當時上過阿品 那個 再做實相伯 說一下 不要緊 然後他呢 看著什麼都可以說 再做實相伯 你不要多生 沒錯 我的舊生都上不了 然後他有說過 你如何去正確 即不是正確 即是你如何去 即時反應那個情緒 譬如那個人 我很記得的 我很記得 他擺一杯水 可能很沒禮貌 但一般人 你不會回應 你這樣 我不喜歡你這樣 或者你立即回應 那件事 他又知道 原來是這樣不禮貌 原來人會令人不開心 不過我喜歡 但是你說了沒有問題 起碼你可以即時表達 有一個交流 是的 那是一種溝通 還有蔡詩也好像有提 不是很邪 有提過 哈哈哈哈 表達 總之你一定有道理 沒錯 表達其實是一種很 雖然有時會有種攻擊性 但其實是一種交流 我記得蔡詩裡面寫過 你不要害怕 你認為你攻擊性的情緒 因為那種情緒 才是最強而有力的交流 我記得 你會令到對方 跟你真的有一個聯繫 而不是單向 我想蔡詩裡面有很多 譬如威力支點在當下 她的攻擊性演繹得很好 但大部分人很多資料都扭曲了 或者把那個叫什麼 叫做aggressiveness 這件事變了很多 但是蔡詩有很多觀念都很棒 她覺得字眼用得很棒 譬如自然罪惡感 或者人道罪惡感 這些其實很多人都會扭曲了 即是自負負負負負負負責 有很多章詩我很喜歡 如果你有機會看蔡詩組期貨 她的章詩用得更厲害 時間過得很快 這集就結束了 我們在下一集繼續這個題目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